当你到达13本 解锁超级野猪后 不需要任何援兵和工程器 也能轻松打三星 超级野猪强度真的很超标 很多时候就算你天女暴毙 或者药水用光 超猪依然能顺利完成收尾 这是狗球和矿猪 绝对没法扳刀的 13本超猪 光看数据就很离谱 秒伤190比满级低40 血量1500比满级低200 就差一点点 要知道超级野猪在15本 他就特别超标 在13本没有狂暴投石和多头的消耗 直接就横行无阻 也就鸟炮对他有点威胁 那超级猪配兵到底是怎样的 以兵营空间300单位为例 其实很好记 5488 5天使 4抄炸 8个超猪 5个小猪 然后随便补点收尾兵 一个龙宝 4个气球 2个法师 2个黄毛 2个弓箭 1个苍鹰 和3个猎手 药水配4狂暴 1冰冻 1隐身 和1个毒药 援兵 3血怪 和投石车 当然 你不要任何援兵 也能轻松打三星 这可不是夸大其词 而是确实如此 我们来看这个阵型 它防御都是满的 但是城墙 还差一些 不过这个不影响 这种阵 我这个飞艇是自带的好吧 但是我不会用 我们现在 找个地方下 天女 比如说 单头这里 对 先开墙 然后天女进去 天女前戏要干嘛 要尽量 多打掉一些 投石和鸟炮 虽然投石打不动 掏猪 但是也不代表 它完全 没有伤害 对不对 那我们 这个地方下女王呢 她又没有联络消耗 对吧 然后我的女王就可以 横险无阻 你如果你下 大本那边 那肯定就不行 因为大本那边 四个联络 女王要吃很多药水 对吧 OK 这把我们是 不能用工程器的 所以飞艇 还有其他工程器 我都不会用 那我得 想办法 给蛮王 蛮王一般是 给在哪里 蛮王你要让他轻掉 一个防御的方块 诶 这边居然还有援兵 哦 还好是气球 加女巫 好吧 嗯 蛮王我是准备 让他去 搜左边的 左上方的格子 对 这边呢 我已经用龙宝 断干净了 那直接给蛮王 对 蛮王 我三个英雄都满了 就蛮王还差个 差个 差个九级 好吧 嗯 女王这边 哎 哎呦 这个操战没开到 我本来是想让女王爆点炮的 不过也没关系 OK 马虫这边直接开大招 呃 这边时间还剩一分半 一般你打一分半 就得下兵了 不然很可能时间不够啊 但是你如果 你没有到一分半呢 可能 对吧 嗯 那个操住 他的生存会比较弱 对 尤其是鸟炮在的情况下 那么给操住 你第一组可以给四个或者五个 不要一次性给玩 因为有鸟炮在嘛 对不对 或者说你踩个大炸 嗯 他就会收不了 这边大本已经激活了 我们直接给狂暴 然后干什么 然后不要给奸身啊 然后给隐身 盖住连弩 让野猪先去爆本 哎 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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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给金身 nice 就是这么湿滑 好吧 这狗球 狗球能做到吗 绝对没法做到 然后我们在后面 再捕剩余的野猪 小单位 就完成收尾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女王还有大招 润土 还有大招 三星可以说是 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 根本不需要援冰 和工程器 包括援冰里面的 那个狂暴药水 也是不需要的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离谱 那你野猪 矿猪 狗球能办到吗 绝对不了